台军计划采购E2D预警机 说是能加强反隐身作战能力反制大陆的歼20 那么它们离反制歼20还有多远呢 大家好,我是施涛 最近台湾方面是宣称要采购美国的E2D预警机 作为加强反隐身能力的重要一环来反制大陆的歼20 那么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思路其实是对的 我们说空中预警机一支被叫做是空中作战的力量倍增器 它能够起到对空军作战体系的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那么作为一款成熟的装备E2系列预警机 在它几十年的装备过程中 美国是不断的针对战场的新情况对其进行升级和完善 那么现在最新型的也就是台湾要采购的这一款E2D预警机 它确实具备了目前台军装备的E2K所没有的 对隐身目标一定的探测能力 据说对于0.5平方米反射截面机的目标的探测距离能达到300公里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E2D它是一款舰载预警机 它始终无法突破的就是为了要登上航空母舰 而去特意优化的这个狭小的机体 那么这使得E2D无法安排足够多的操作人员在预警的同时进行高效率的指挥和引导作战 它本质上只是一台空中的预警雷达站 而且这一台雷达受限于它的体积以及飞机发动机的功率 其实它的性能上还有很大的不足 而我们都知道在反隐身作战中 预警雷达的性能它只是整个木桶上的一块木板而已 整个作战体系才是最为重要的关键 那么这恰恰是目前台湾空军无论是依靠购买外购军备 所以还是痛苦的去自言它难以完善和实现的 而解放军的歼20身后恰恰是空天地一体 从预警指挥到作战决策 再到实施打击的一整套先进而高效的链条 那么这一道链条连美国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 都不得不公开承认对它印象深刻很难对付 那么这正是我们说歼20的所谓一根针破一张网的这么一个由来 这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支撑下能够达成的一个结果 那么歼20对于台湾空军目前的这个压制 实际上是它以及背后整套体系全面领先于台军装备 而形成的全方位的压制 那么台军妄想用一款这个E2D预警机 就能够做到有效反制 这个算盘那是肯定要落空的 原因也很简单 即便是E2D能够有效的发现歼20 但是仍然要通过地面的指挥来协调战机进行拦截作战 这样的行动本身效率就很低 而且容易受到干扰 再说了起飞的这些战机 大家也都知道台军方目前手里最好的战斗机 不过就是F16V 那么这些F16V雷达性能咱们都不说 它连隐身的能力都没有 那么典型的F16这样的作战目标 那么在歼20的雷达上 它的发现距离能够达到三四百甚至四五百公里 甚至是远远的优于E2D发现歼20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么歼20能够发现这批机 并且能够隐蔽接敌直接击杀 那请问E2D的这些探测能力又有什么大的作用呢 更何况真正的开战时 E2D本身的生存能力都值得怀疑 那么大家都知道 非常熟悉中国的这个霹雳时期超远程空空弹 那这种射程可能高达700公里的空空弹 正是为了类似于E2D这样的预警机目标而设计的 那么可以说E2D自己在战时 那都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更何况在真正两岸有可能发生战事的时候 台湾空军将会是解放军重点的打击对象 那么台军自己其实也非常清楚这个现实 因此在汉光熙乐演习中 也不断的演练所为的战力保存 为的就是在开战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转移保存 台湾空军手里宝贝的这些战机 但是从联合历届2024演习冷启动的这个情况 我们就不难发现解放军现在的这个常态化军事斗争准备 非常的细致而扎实 甚至在行动开始前任何一方都没有发现启动了端倪 因此台军方又弹劾提前预警来保存战力 那么这E2D预警机它又能指挥得了谁呢 所以台军方现在缺的并不是一款所谓的先进的 能探测隐身机的战斗机 而是正是自己已经全面落后于解放军空军装备的这股勇气 那么也只有正是了这个现实 台军方才能够抛弃掉那一些不现实的幻想 才能够认清和平统一 才是保全台湾的上上策 大家对这些话就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点赞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